歡迎收看五七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志祥文 我們來看到美國股市 接續亞洲股市昨天的開門紅 昨天美國股市三大指數 紛紛創下以及挑戰歷史新高 包括很多的科技股 像阿里巴巴 漲幅超過6% 蘋果漲幅也接近2% 甚至連傳產的美國旅業 也創下了歷史新高 當然也激烈了台北股市 今天持續的大漲 台北股市今天拉出了五連紅 正式站上了10800點 而且成交量放大到 將近1400億 不只是台股非常熱 台幣也非常熱 台幣今天盤中 持續呈現一個升值 四天就升值了1.4% 另外歐元也正式站上了 1.20的大關 創下三年來的新高 所以除了股惠市之外的 非常熱弱 現在資金也涌向了 基本金屬的行情 因為在昨天LME的新價 再度創下了十年來的一個新高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是 在供需缺口不斷的擴大 以及美元走弱的情況之下 基本金屬到底可以走多遠 另外一個關注的重點 是中國大陸房地產的一個政策 中國大陸過去對於房價 是採取壓抑的一個態度 但是最近引進新的一個 叫做長租政策 試圖引用民間企業的資金 來實施來貫徹 習近平所講的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是不是代表中國大陸的房價 的屋頂價已經出現了 我們今天現場請教到四位來賓 第一位是台大哲學教授 院舉證 第二位是資深分析師 葉俊敏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 丁萬民 第四位是資深分析師 陳宇農 那我們進一段廣告來討論 到底這一波美元走落情況之下 基本基礎行情可以走多久 我們看到今天的亞洲股市 尤其是台北股市 今天非常的一個強勢 台北股市拉出了五連紅 而且是站上了所有的均線 而且今天呈現一個 量價巨洋的一個情況 但很多的包括電子股 或是鋼鐵族群等等 今天表現都非常的一個不錯 不過回歸到一個重點 這一波我們是跟大家提醒說 美元有可能在2018年是一個弱勢美元 為什麼 我們先從現行來看 美元到昨天最低價已經來到91.54 是準備挑戰三年的一個低點 如果這三年的低點 在9月8號大概是 去年9月8號是90.99這個價位 如果一旦被跌破的話 美元指數三年的頭部就正式的一個出現 所以如果三年的頭部出現的話 今年很可憐是美元持續走弱的一個情況 那美元走弱當然除了現行走弱之外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及過 包括川普的稅改 還包括基礎建設等等 會讓美國的赤字不斷的增加 所以美元走弱是有它的底氣 不過美元走弱底下的投資邏輯呢 我們回歸到原物料部分 因為過去我們講過非常的多次 只要美元走弱的話原物料一定走強 為什麼 因為通常全世界的商品是以美元計價居多 如果美元走弱的話 我相同的資金可以買到更多的原物料 所以在這個邏輯之下 美元走弱原物料會走強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上面這三個是屬於英國的金屬交易所 包括銅 鋳跟鋁 像銅的部分創下將近四年來的一個新高 這個從去年的十二月份開始就一路的狂噴 那新的部分創了十年來的新高 也是從去年十二月底開始 那鋁的部分更可怕 同樣去年十二月開始一路往上飆 那包括在中國大陸掛牌的部分 像上海交易所的銅是創下四年半新高 新的部分最近也開始做一個走強 那鋁的部分同樣創了這個短波期的一個新高 不過從這幾個商品我們要觀察到 領先最早創新高是誰 是新的部分 新為什麼在這一波創新高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這個俊敏哥 這個其實最近的這個 我們在昨天節目當中已經提到 像這個美元指數的走弱 然後包括原油的一個上漲 那包括黃金的上漲 其實昨天黃金跟白銀還是繼續往上漲 那另外一部分就像基本金屬的部分 甚至有一部分是屬於這個工業用 比較貴的金屬 像靶金也是大漲 那鋁然後包括鋰 鋰之前我們有提到像這個高鋰電池 因為鋰的價值大漲 然後估的價格也大漲 那接下來就發展高鋰電池 就鋰的比重提高 所以台灣最近很多那個包括 廢金屬回收的股票其實也都蠻強的 對這個當然第一個就跟美元走弱有關 第二個部分就是跟這個原物料需求有關 所以我們大概分成兩個角度來看 如果說從2000年以來我們稍微觀察一下 美元指數的一個走勢圖就是黃色這一條 紅色這一條 紅色這一條 那藍色這一條是黃金的價格 那原則上來講 如果說美元在走強 其實黃金不太容易漲 美元走弱就有黃金一直漲 然後接下來呢 但這段時間呢 這個美元指數在盤整 黃金稍微拉回做整理 後來美元又走強 其實黃金在大跌 那現在回頭來看一下美元 其實我們昨天有提到 像昨天公布了歐元區的PMI 真的超過60 沒錯 非常的強 所以歐元就強升 對 美元就一直走弱 包括這個中國大陸經濟數據 其實都刺激美元持續走弱 那以美元報價的這些金屬 包括鑫 大漲 包括鑫 上個禮拜五也是漲超過3%以上 那我們現在那個鑫我們之前談到過 所以我們稍微談一下鑫 那鑫的部分從過去這兩年的時間 大概從1500塊左右每噸美元 漲到目前大概3300塊的這個 美元的一個價格 大概整整漲超過一倍 那當然不是所有的金屬都漲 其實這段時間漲得比較多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基本金屬從去年來看 唯一沒有漲的就最下面這一條 橘色這條 對 這個應該是席啦 席沒有啦 所以那個我們如果說看台北股市裡面 馬口鐵的部分 因為席就做馬口鐵吧 做那個罐頭的這個原料 對 那個股價相對比較弱 那其他的部分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銅的部分 或者是說像鋁的部分 鉛 鑫 鑫就是上面這一條 這個綠色這一條 淺綠色這一條 其實過去這 去年來看 其實去年也漲了一大波 那鑫為什麼會往上漲 第一個 其他的原物料往上漲以後 那接下來鑫的部分 因為他目前來看 在開發鑫的需求 因為我們之前節目 當然有提到舊經濟跟新經濟 那一般來講 鑫的用途是做這個 這個鍍鑫鋼板 那當然也有這個熱鏡鍍鑫 那鑫因為它本身的氧化程度比鐵 它只有鐵的十七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 所以它可以抗 可以預防這個 對 比較貴的話用不鏽鋼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鍋具或用什麼 用不鏽鋼 那不用鑫很貴啊 那怎麼辦 一般的那種我們外面的戶外的一些 搭這些棚架等等 我需要這個防鏽的話 我就用鍍鑫的方式處理 車子其實也是用鍍鑫鋼板 對 因為那個面積那麼大 不可能用不鏽鋼 用鑫太貴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在於 這個新能源車的部分 最近因為估的價格大漲 離的目前開採也不太容易 所以目前包括美國海軍 跟這個恩吉克電池 他開發出一個叫3D正極電池 就是用新當正極材料 那除了這個之外 像這個澳洲雪梨大學 跟這個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 他也開發出一個 叫做新空氣電池的部分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新的需求 不過如果說以這個未來的發展來看 他應該新還有很多的用途 如果用新取代鋰的話 但沒有那麼快取代 理論上會更便宜 而且更安全 因為鋰的部分有時候會有這個 起火燃燒的問題 因為鋰的活性太高了 所以比較不穩定 比較不穩定 那新的部分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開採起來 這個他的量會比鋰來的很高 很多很多 那如果說以過去這幾年來看 因為鋰本身 最大的一個產量應該在中國 中國在全球的產量大概26% 不過中國的產量大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 他說他所有的礦區 都是屬於這個小礦區 他比較沒有那種大礦區 像澳洲這種 對 就是他的這個 新的一個產量沒有大礦區 而且他的這個橙色 就是他的一個橙色比較差 是 比重比較低 就是人家提煉起來 其實花非常多的一些 加工費用要比較高 對一些電啊 水等等去把它提煉出來 所以也是有環保的問題 那只要扯到環保 就面臨到限電減產的一些問題 沒錯 那這幾年來看 以這個新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全球最大的產量是在中國 那過去這幾年 我們看2014 到包括2015 到這個2016 2015 2016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2016開始 其實金鏈新的產量 就開始呈現下滑 對 這個說金鏈新的部分 其實這個目前的量是在減少 是 但需求的 供給的部分在減少 但需求的部分以新來看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大概是跟一般的住房 或是基礎工業比較有關 那最近基礎工業最大的兩個地方 一個中國一個是印度 所以受惠於中國大陸 跟印度的一個需求 其實目前需求是 緩步的提升 但是產量卻沒有增加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所以目前國際的投行 我們看一下過去兩年的時間 新的價格大概從 看這個地方 一千五百塊美元每噸 大概已經漲到三千多 那目前大概從 我們看到幾個地方 包括高盛也調高 不過他調高比較低到三千五 那花期調到最後 調到四千美元 四千 這往上看 那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因為 大陸環保政策的影響 所以有些礦場已經停工了 像四川 算是這個新的一個礦產大的一個區域 大概有六十的一個千辛礦 目前是呈現停產 這個問題還蠻嚴重的 所以目前來看 其實缺口大概是來到 110噸 這個新的一個缺口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最近的這個行情來看 但新的價格往上漲 有一部分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減產 那另外一部分是美元走弱 那庫存的部分 大概目前來看 是相對的一個低檔區 這個藍色的部分是LME 全球的新的庫存 那紅色的部分是上海新的庫存 你看從2010年到目前為止 這幾乎是歷史上的第一位 所以新的庫存 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庫存 那在今年九月份 當然因為我們知道 第四季是中國的取暖旺季 因為進入冬天 那所以我們就之前的這個煤改氣 等等一些措施 那現產令也是一樣 按照九月底的一個現產令來看的話 環保問題持續發酵 所以華北的杜星企業 新一輪的現產開始 所以從九月份 他這個九月份九月底公佈的 所以十月份開始現產 但是你知道這個杜星這個行業 叫做金九銀石 怎麼說 所以他旺季是在九月到十月開始 就那個時候被現產 旺季的時候被現產 所以這個價格變高漲 那如果以這個比較大型的 杜星的企業來看的話 大概開工率只有70% 那另外小型的部分只剩下45% 而且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們把一些 未納入產能的產量 就未納入這個產能的一個量 把它加進來的話 其實大型企業的開工率 大概只剩下50% 這個非常嚴重 所以量嚴重的不足 那加上目前的一個 這個新的庫存在低檔 那包括這個價格在高檔 而且所有的金屬原物料 隨著美元走路 持續往上走 那新來看的話 全球有幾大重要的一個 新礦跟這個 金鏈新的產能 如果以礦產的產量來看 其實家能口算最大 那家能口我們稍微看一下 2014、205、2016 你看它的產量是多少 這個131噸 131萬噸 122.5萬噸 102.7萬噸 而且產量不斷的往下降 對 所以你看一下 包括其他也是一樣 不管是印度也好 加拿大也好 其實都有這種現象 就產量不斷的往下降 主要就是因為環保因素 那其實環保不只在中國 像菲律賓印尼 也對於這個高污染的一些礦產的出口 也有非常大的一個限制 然後動不動還有罷工等等 對 比如說這個勞資糾紛等等 那如果說以產量來看 金鏈新的產量 家能口也是排第一 但是我們回頭來看一下2014、20156 它的產量138萬噸 139萬噸 還要維持 不過這個最新的這個數字沒有出來 不過可以想見 中國大陸的鍍芯業 這個都已經被減產了 那有些礦產是被停的 那加拿大部分 像這個泰克資源的部分 大概維持 不過它的量實在是太少了 光加能可減少的幅度 大概這個補都補不夠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比如說以這個 加能可的股價來看 其實我們看一下金屬原物料 其實最重要 就看加能可的股價 加能可股價最 這個今天又創下波段的新高 已經來到41塊 這是在香港掛牌 41塊 41.5左右的港幣 他之前最低但是8塊4 8塊4漲到41塊 這整整漲了4倍 那加拿可為什麼它最近表現不好 它主要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銅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電動車跟 就新能源車跟一般的傳統車 一個大概用20多這個公斤的銅 一個要用80多公斤 所以一個銅的量增加非常多 另外一個他就提到新 所以這兩個讓這個 加能可的股價呈現大漲 另外像這個中國大陸的五礦資源 還有包括加拿大的這個泰克資源 其實我們看一下股價的部分 其實都跟新礦有關 那五礦資源呢 其實年初這個去 2016年的年中大概是1塊半到2塊錢人民幣 今天又創下波段新高 超過4塊錢 那另外像這個泰克資源也是一樣 從5塊錢 然後漲到現在已經超過26塊 所以最近的全球的這個原物料大漲 那當然觀察指標就加能可 那另外一個是美元 第三個就是新礦的部分 看來呈現大漲 那相關的企業的部分 其實國內的話 就當然觀察就是 比如說熱鏡鍍芯 或者是鍍芯鋼板 一些企業有庫存上的利益 可以特別留意 是我們看一下剛剛俊敏提到 新的未來的用途 可能在新電池 這屬於新經濟部分 但屬於舊經濟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鍍芯鋼板的部分 還是用在車子 那中國大陸的車市的需求 基本上還是這個逐月的一個 往上做增加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從股價的表現來看的話 基本上大家可以發覺 不管是這個全球第二大銅的生產商 叫自由港麥克莫倫銅金公司 股價創了兩年半的新高 美國呂越剛提到 它的股價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泰克資源 是全球第三大的新生產商 它的股價也創下了 四年來的新高 所以允農幫大家觀察一下 在這個全球的這個 應該說金屬的相關公司 開始漲的話 怎麼做觀察 我想其實在未來這一兩年 這有色金屬 其實它的漲勢 我覺得不會那麼快就停止 為什麼第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美元 持續去做貶值的一個關係 其實過去這種有色金屬 都是用美元來做報價 當然只要美元一貶值 這些只要它的供給跟需求 是平衡狀態 基本上它還是會漲 另外一個就是供給跟需求端 因為剛剛其實俊明有點到 目前整個供給跟需求這個缺口 其實是持續往上去做擴大 第一個我們就先看 它整個所謂的一個需求 中國大陸其實是目前整個 銅的這個所謂消費量 最大的一個國家 佔全球的這個比重超過50% 你可以看到它的需求從2005年 大概300萬噸左右 到現在已經成長到650萬噸 這是新的部分 光新的這個需求量 未來這幾年很快就會突破到750萬噸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部分 需求不斷往上去做成長 那麼另外一個 我們看到整個所謂的一個供給端的話 其實這個產能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去留意到 因為其實在中國大陸 我們看到從這個2012 2013 2014 2015 一直到2017年 其實這幾年很明顯的 供需的這個缺口明顯 有出現擴大的一個現象 負值就代表是這個 對 負值是擴大 像2016年是350萬噸 那到了2017年是226萬噸 那其實很重要說 因為中國大陸 從去年第一世紀開始現產 那其實整個新的這個需求 如果說不變的話 你供給變少 價格本來就是會往上去做一個增長 那從這樣圖形 就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未來這個新的有色金屬 不管是新還是其他有色金屬 只要是中國大陸 它的需求比較大的 其實它都能夠影響到 整個國際間的這個報價 像我們剛剛點到 這個汽車這個需求 中國大陸在去年第10月 11月 12月 整個汽車銷量 就是往上去做拉尾盤 對 原本在去年年中的時候 中國汽車銷量 原本大家預估會衰退 但是因為拉尾盤的關係 汽車銷量跟2016比較起來 成長了3% 比如說其實以現階段的一個狀況 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整個新的這個需求跟報價 我覺得可以來做個追蹤 其實只要是中國大陸 需要的這個金屬商品 第一個一定會漲 那現在他們又現產 所以供給也是這個出不來 對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現階段來講 這個美元持續在做一個貶值的話 那其實對於整個 基本金屬的這報價 就是會往上去做的供給 那我們就可以大概來看一下 因為這跟我們切身關係 是比較貼近的 如果說當國際這種新的報價 或是說有色金屬報價 往上漲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樣的投資機會 可以去做觀察 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 這個 右手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 新的這個 從2008年到目前為止的 這個所謂期貨的報價 那畫面的左手邊 是台灣這個 夜聯鋼鐵 就是最大的 鍍芯鋼板 夜輝 夜輝鋼鐵 它最大的 這所謂 鍍芯鋼板 它的這個所謂的 一個供應商 那你只去觀察到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只要新的報價往上漲 夜輝的股價就會往上漲 是 只要新的報價 在2009年的時候 從1500 大概漲到是2500左右 這個 夜輝的股價也是從8塊錢 大概漲到14.5 那最近這一次呢 是從2015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原物料 因為中國大國供給車改革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新的報價 從1500左右 一路往上漲 漲到3000塊才停 那當時整個夜輝股價 就從6塊錢 6塊 一路往上漲 漲到15塊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只要新的報價漲 基本上跟這個高度連結 有關的夜輝股價應該要漲 那很特別 因為它這邊股價 已經創下10年的新高 是 那我們只去觀察 夜輝以今天收盤價來做換算 它連2015年的高點 前波高點都還沒有突破 那歷史高點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部分 大家就可以去做留意 那我們只去觀察到 從整個夜輝的一個 基本面的一個架構 來做個觀察 第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籌碼面 這是它的日線圖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最近日線的走勢 外資在低檔很特別 新的報價往上漲開始 外資就不停的在做一個吃貨 這底部吃貨幾乎是天天的 都在大買 止禁不出的狀態 代表說已經有特殊的一個籌碼 進場去做的索碼 那麼另外一個重點 這個我們常常在講 當原物料報價上漲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所謂鋼鐵廠 比如說鋼鐵廠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有兩個題材 第一個 美元的貶值會造成你報價上漲 所以會有漲價的題材 但是因為新台幣的升值 你會有資產膨脹的這個想像空間 變資產股 對 那像葉輝他的這個 在高雄的這個所謂的 潛在的這個轉投資的這個土地資產 大概就超過百億元 這個部分就可以來做留意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美國在從今年的 去年底的這個稅改開始 那大家都想說去要中國 要去美國去做設廠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藝聯集團 在去年的年中 就講說他們要去美國去做個設廠 也說其實在這一波美國稅改 降稅的過程當中 他在這部分也有去做收益 大家可以來做觀察 另外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 最近香港股市的地產股 基本上漲勢非常的強勁 所以代表這個大陸股市的 大陸的房價基本上 還是相當的一個強勁 所以這一次推出的 長租政策有沒有可能實現 習近平講的 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進一段廣告再回來討論 習近平說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可是到底要怎麼樣實施 這樣的一個政策 因為基本上房地產如果垮的話 中國大陸經濟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房價不能垮 可是又不能讓房價繼續漲 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先從市場面來看一下 這個是上陣的地產指數 大家可以發現創下一年來的新高 那中正有一個800的地產指數 甚至創下了兩年新高 代表地產股還是非常非常的一個熱絡 如果再從股價表現來看的話 先看一下從在深圳掛牌的萬科A 他挑戰九年新高 在港交手掛牌的龍湖地產 甚至要挑戰歷史新高 連在美國的納斯達克掛牌的華駐 華駐酒店集團 他的股價也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從市場面來看的話 基本上呢 雖然大陸的房價 開始有慢慢的往下調 可是呢 這些地產股的股價呢 還是非常的不寂寞 持續往上漲 那這時候呢 他們推出一個什麼樣的政策呢 叫做這個長租政策 就是說買不起的人呢 你可以用租的 那不管從去年的六月份 從國務院到省的 各省的這個辦公廳等等 到今年到去年 前年的六月到今年的十二月 一直以來都推出相當多 有關於這個住房租認 相關的一些政策出來 當然他後面會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未來這些住房租認的企業呢 他可以發行不動產證券化的商品 其實講到不動產證券化商品呢 在台灣就叫做REIS 有投資過REIS 人就知道 基本上你如果買不起房子 你想當房東來賺租金的固定收益的話呢 你可以去投資REIS 那中國大陸現在呢 從各個這個 不管國務院或審辦公廳 推出來的一些政策裡面 提到相當多的不動產證券化商品 所以是不是習近平想要透過 民間企業的一個資金呢 來慢慢的控制中國大陸的房價 我們舉一個例子 在美國跟日本呢 他們整個房子的租認的市場 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 光是比重的部分 美國佔了50% 就是說不是買房子 而是用租房子的部分 日本更高72% 可是中國大陸呢 就只有6%而已 那右邊這個圖示 在美國第一檔掛牌的 以這個出租公寓上市的REIS 他掛牌來 你看他的股價股價走勢 基本上呢 是呈現一個多頭的走勢 所以如果呢 在美國買不起房子的人 買不起房子當包租公 包租婆的人呢 你可以去買REIS 所以中國大陸 有沒有可能要走REIS 這一條路 有一個新的金融商品出來 那這新聞大家一定沒有留意到 去年大概10月份 11月份開始呢 深交所終於推出第一檔 中國大陸的長租公寓資產的 這種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就是REIS 已經正式的獲准發行 那到11月3號為止呢 已經發行了13檔 而且呢 大概規模是 將近300億人民幣 所以中國版的REIS 要出來的話 是不是代表 中國大陸房價呢 這個屋頂價已經出現了 據明幫大家觀察一下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REIS這個產品 原則上來講 其實增加它的流動性 那對於這個說價格的影響 其實增加流動性以後 其實不一定說一定漲或跌 對 但是現在問題來就是 中國的房價是在高檔 沒錯 又不能讓它漲 又不能讓它跌 怎麼辦 你至少要讓流動性增加 所以感覺上是這個概念 那另外如果說以REIS來看 那我們知道它是不動產 證券化的一個商品 是 那如果說以這個全球來看 其實REIS的部分 大概有幾個好處 我們稍微談一下 第一個 REIS的部分呢 因為假如一般的投資人 我買不起房子 但是我又想投資 跟房地產有關 當然房地產有關的話 一個是租金的回報 另外一個是房價的增值 這兩個都有可能 所以目前的不動產證券化的商品 以中國來看 因為它比較少實際的真正的REIS 它大概是類REIS 類似的REIS 就是說 REIS來看的話 原則上來講 是把租金當作一個其中一個比例來當作報酬 沒錯 所以理論上不一定固定 因為每年的租金不一定一樣 但是它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現金流 對 那我們知道這個租金的投報率 基本上不會像股票的波動性那麼大 那所以呢 如果說開放這個REIS來講 其實對政府來說 第一個是盤 這個盤活房地產的一個存量 增加稅收 那對於行業來講 有一些投資的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營建業 我蓋了房子以後 我想要收租金 那收租金的話 我就把它當作一個 我的存貨 或我的一個投資商品 來出租 那出租以後 我可以收到很多現金 但是我的資金又卡在那裡 那怎麼辦 我要把資金種出來以後 我就變成證券化 比如說一個單位 我假設這個建案 總共有10億的這個量 那一般人沒辦法投資嘛 那我的建商 我也卡那麼多資金在裡面 我可以把其中一份 比如說5億抓出來 把它變成證券化的商品 然後呢 那一般人可以投資 一般人可以投資 比如說你的單位50萬或100萬 那這樣的話 一般投資也參加嘛 那對建商來講 我也可以增加我的流動性 所以這個對於一般的行業來講 或是說這個發達的一個市場來講 其實都非常重要 那如果說以美國來看 美國目前的REIT的一個市值 大概4500億 那中國大概不到1000億 所以1000億這個美元 所以量是差的蠻多的 那另外如果說以REIT來看 他從2002年到2016年 就2002到2016年 他平均的報酬還蠻高的 這個接近12% 但是因為他REIT的部分 有一些部分是跟這個房價的漲跌 綁在一起 所以最好的情況下 報酬率是37% 最差的情況下 負37% 因為之前曾經發生過這個 次代海嘯以後房價大跌 不是說一定會這樣子 要看他投資的標的 所以這個REIT的部分不能說 這個房價一定有漲跌 看你有沒有綁 有些只是綁房租 比如說以中國大陸最近的 類REIT的產品來看 比如說像這個魔方ABC 這是一個REIT的商品 那他綁的主要是首檔的公寓的ABS 他主要用什麼 他是用這個幾個二三線的 這個一二線的一個城市 有30個地方的物流業的租金 未來三年的租金當作回報 那個時候你就不綁房價 所以房價的漲跌跟你無關 你只跟租金有關 所以像這個東西就是跟房價無關 但是有一些像這個新派REIT的部分 他就跟房價有關 但目前來看 因為中國大陸為了讓這個房地產的流動性增加 因為大家資金都卡在裡面 這個對於這個經濟的一個盤活存量 其實沒有幫助 那另外為了維持房價至少不能大跌 你要讓他流動性增加 如果沒有流動性的話 真的有人在拋售的時候 那價格跌起來很恐怖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讓他這個流動性增加 他的價差才不會那麼大 所以經過總統的考量 從去年開始 第一檔算是這個保利 保利有一檔這個 這個首檔的租認型的REIT就開始掛牌 而且他是沒有固定的量 他是說他量不是固定 像之前這兩檔是有固定的量 那這個量是可以增加 他等於是可以隨時擴充 就是我剛剛前面提到 假設我的量有10億 我可以先拿其中的3億先來發REIT 我需要的時候 我再拿其中的2億來發 所以這個對於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 理論上是一個健康的一個發展 因為至少存量這個流動性的增加 流動性會增加 那可以增加活性 也可以增加其他國外的投資人 或許是套牢房地產的一個機會 這個是另外一個角度解讀 這大家可以做思考 所以這個REIT會不會成功 我們隨時做觀察 不過至少我們是先從 金融商品的一個投資角度來觀察 不過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中國大陸一直強調 包括這個工作這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裡面 那時候有特別提到 這個要住有所居 就是說這個 中國大陸的房價一直漲 可是很多人買不起 所以他們推出了這種 不管是什麼多主體供應 多渠道保障 租購併局或租購同權等等住房制度 感覺上中國大陸 他是要用這種市場經濟 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就是每個人都要有房子住 萬民哥你覺得他們這樣子一個 大刀拓斧的一個方式 成功跟失敗的可能性 我真的認為 這個中國大陸要全面奔向 這個小康社會 這個打贏三大攻堅戰 這個房子對不對 住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住的問題不解決的話對不對 老百姓心不會定下來 然後一天到晚 這個積積積積的為了房市在那邊煩惱 這個對整個社會的穩定 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這個事情對不對 透過租也許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 這個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白居易有一首詩 叫做《秋居舒懷》 就秋天的時候 他寫了一首詩 把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感想 對不對 跟大家去分享 它裡面特別提到房子的事情 何需廣居住 我幹嘛要住那麼大的房子 不用多積蓄 我就不用為了買房子存那麼多錢 還影響到平常的消費 葬事可容生 只要一葬建方的房子 就可以安身立命了 這個抖廚可充富 小小的一個櫃子對不對 放食物就可以讓我對不對 吃得飽就好了 對 那接下來他有提到一點對不對 就是這個礦無制道術 而且說實在我當官對不對 這個沒有什麼工業 坐受官家路 坐著那邊就有這個官 政府的這個奉路 已經生活很不錯了對不對 此此之愧心 我如果長期的抱持了這種 慚愧的這種態度的話 這個自然一為足 自然就可以安平樂道 知足常樂 那這個時候 這個白駅寫這個詩 剛好已經考上這個禁事 也剛好成家立業了 但是還買不起這個房子 所以就寫了這首詩 你可以看出來 有點無奈 但是又有點這個 自我期許的這個味道 那他自己可以接受 老婆能不能接受呢 所以他也寫了一首詩給他老婆 叫做政內 這個政內更有意思 這個身為同世親 我們在活的時候住在一起 死為同血臣 死的時候就埋在一起 大家看得懂 這個他人尚相免 就是其他的朋友 我們都以此相免 這個而況我與君 何況我們兩個是夫婦 是住在一起 對…更要對不對 這個長辭安平樂道的知心 對不對 錢樓顧窮事 錢樓是戰國時代的一個民事 拒絕當官 一輩子苦哈哈的對不對 但是他的老婆 欺賢亦 欺賢望其平 老婆對不對 很賢人 就忘記老公非常的困苦 接下來你看看 這個男人 人家四十歲一張嘴巴 這個… 這個白居易 二十幾歲 我們在座都超過四十歲 二十歲對不對 重了近似 娶了老婆 肚子一直… 一肚子學問的 也就是一張嘴巴 我告訴大家 這個陶淺對不對 不淫生 陶淺大概就是陶淵明 這個吳柳先生 這個不為五斗米而折腰 對不對 宅氏自竄心 但是他的老婆 宅氏還是每天 幫他張羅這個吃得住的問題 然後梁洪不肯試 梁洪也是這個東漢時代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民事 也是不肯當官 後來冒犯了這個皇帝對不對 落跑了 這個孟光是他的老婆 這個孟光非常有名 孟光舉案 就是因為這個梁洪 這個文采還有道德 非常受大家推崇 但是也沒有娶老婆 孟光人長得很難看 到30歲還沒有嫁人 然後家裡的人 要跟他這個說沒幹嘛 他都說非梁洪對不對 他不嫁 你看看這個女人多有志向 雖然長得醜對不對 長得肥對不對 長得我不曉得傻不傻 但是他的志向非常高 後來梁洪聽到以後對不對 就真的把孟光娶回來 對 但是後來他們兩個人 因為梁洪出來了皇帝 跑到東吳去謀生 到一個有錢人的家裡頭 去當仆人你知道嗎 夫婦兩個人去當仆人 結果這個有錢人家裡頭 一看這個老婆孟光 每一次對不對 事後主人進食的時候 都是連桌子對不對 帶桌子上的菜 一起端到主人身上 你看他力氣多大 所以說孟光的力氣 你聽說可以把那個磨古物的舊抬起來 你就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說這個 接下來他講 君雖不讀書 就是說就跟他自己太講 所以你雖然沒有讀很多書 對不對 那個此事這個藝文 你也聽過嘛對不對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對不對 如果我們能夠保持這種 安平樂道的這種生活對不對 樸素的生活的話對不對 揭老同心心 其實我們對不對 這個白頭揭老 還是可以過得很快樂你知道 這是不落書的 所有的女人都在抗議 這個讀書的人 然後對不對 有個公民的人 當官的人對不對 講起來就是一肚子學問 把這個很尷尬 對老婆一般難以啟齒的 這種事情對不對 透過一首詩對不對 講出一大堆道理 老婆想跟他生氣 都很難生氣你知道 但是你可以想見 唐朝時候的官員 其實奉路是不差的 但是 那也是買不起房子 也是買不起房子 如果能租的話 其實如果能安定 他們的這個租的問題的話 其實也還可以 維持這個社會的穩定 也沒話講 但是這個反映出 這個大陸推長租房對不對 就是保障老百姓居住的基本權利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我是覺得 對於土地利潤的這個分配 對不對 他有一定的想法 替國家的這個公權力的介入 對不對 希望土地不要再有像現在 這個利潤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 然後影響到大多數人住的這個權利 這個台灣其實做得非常差 我去查了一下子 我們105年的這個中央政府總稅收 兩兆多 但是2.2兆 這個房地產方面的總稅收 大概1700億 佔不到8% 但是我跟大家講 另外一個數字 你會更驚人 台灣的房地產貸款 佔了GDP的51% 51 51 52 中國大陸佔23% 印度佔9% 所以你看很多那種 像印度那種落後的國家 雖然國民所得不高 但是老百姓沒有住的這個困擾 所以日子過得還是很快樂 台灣這個國民所得到2萬多美金了 對不對 但是每個人對不對 為了房貸擠壓自己的這個 這個消費的這種空間對不對 其實日子過得很不快樂 也不想生小孩了 這國家就完全沒有前途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大家在講一件事情 這個館子裡面 在這個三國鬼裡面 他特別提到 國家對土地要怎麼做 這個金四壤之術 今天這個政府對於這個各種土地 它的這個四壤之術 術就是土地的交易的情況 行情 還有各種土地的資訊 你必須掌握軍階 這個善觀而守之 如果當國軍的人 能夠善於管理這個壤之術 這土地的這個資訊的話 而且可以掌控的話對不對 對不對 則這個 則急於財務 而不急於人母 那麼你國家的稅收 對不對 就可以根據財務在哪邊 你就在哪邊磕稅 這是你政府稅入的這個基礎 而不是根據人 人頭去磕稅 也就是說 不是去磕一般的工薪階級 你知道嗎 反過來講 十亩之術 這麼哪怕是十亩這麼快 一小塊的土地 它的這個土地資訊 均不以鬼守 如果你這個國家的領導人 不能夠掌握的話 責民且守之 那麼民間企業部就會代替你 去掌握 去掌握這個土地的資源跟利潤 那這種情況之下會怎麼樣 不以本為德 就是大家都不會根據 就是實實在在的做事情 然後賺取所得 怎麼樣呢 就投機 民友過疑掌勵 這個老百姓呢 只要把這個土地過疑 做一個交易 掌勵 對不對 他的這個利益就會產生出來 就變成他自己的了 這種情況之下 是做一個政府私職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不但是要解決 老百姓住的問題 對不對 推出這個長租房 而且也要進一步的掌握 國家土地資源跟利益的分配 像台灣這個是最徹底 最糟糕的一個失敗的一個例子 比如說最近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地上權住宅 就有一些人拿土地 發覺房地產市場不好 我就推出一個地上權住宅 這個土地房子賣給你只有地上權 而且有時間限制 只有居住權 但是沒有這個 沒有擁有權 對 沒有擁有權 沒有土地所有權 但是你還要幫他繳定家稅 沒錯 房地產景氣好的時候 買這個房的人 受到這個建商的忽悠也就算了 房地產一不好的時候 現在很多這個糾紛就出來了 想要轉讓的時候很難轉讓 這個情況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建築商 建商 建商 對不對 掌握到這個土地資源 他可以用土地來設局炸賭 你知道嗎 讓你老百姓對不對 落入他的陷阱中 把你一生的積蓄所得 對不對 全部拿走 然後他自己還可以繼續 保有這個土地最根本的價值 也許過了30年 40年 50年 他的孫子都 到他孫子的時候 老百姓就忘了這事情 他可以再賣一次 所以我跟你講政府 如果對於這個土地的資源 還有土地利潤的這個分配 不能夠很認真的去掌握的話 對不對 這國家一定會出亂值 萬民哥講到台灣的 其實我自己深有同感 我家附近這個 不是我家 是我家附近 他一個月租金是10萬塊 那我幫他算一下 一年的租金就是120萬對不對 那30年租金是多少 這個3600萬 可是那邊的房價多少 那房價大概要8000萬左右 天啊 繳了30年的租金 只要3600萬 可是你去買一間呢 既然要8000萬 所以真的萬民哥剛剛講 很有道理 房價這麼高 買不如租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要推出 這種長租政策 這個教授你怎麼觀察 這個問題其實講起來 是非常嚴肅的題目 這個18世紀資本主義起源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哲學的概念 叫做 就是叫做 Individual Possessive Rights 就是所謂的個人所有權 這個個人所有權的觀念 就是導致於說 這個所有權這個土地 主要指的是土地 我明白來講 生活當中 十一住行當中 住是最關鍵的 因為你要住自己的房子 感覺到說 上面有東西可以遮雨 下面的話 有地方可以睡得很暖和 這個在我們的環境當中的話 這個基本上的土地所有權 是所有歷朝歷代政治哲學裡頭 爭議最激烈的 沒錯 比如說你擁有這個土地 我現在強調 剛剛這個 文明剛才強調說 在台灣的這個情況比較特別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1995年 從比利時讀書回來的 1995年回來之後 剛好是房地產該漲沒漲 為什麼沒漲呢 因為1996年論8月 大家講的會生會贏的 還出了本書 嚇得要死 只要有人害怕 這個房價永遠漲不起來 我跟你講地保都有可能300塊一平 對不對 但是的話呢 後來大家發覺穩了 穩了房價開始飆漲 飆漲那個時候我們的個人所有權的問題 在隱帶的整個台北市的房地產價錢 就冒出來了 說我小的時候在台大對面 全部都是打蛋子的蛋子房 辛亥隧道那邊也是蛋子房 台大對面也是蛋子房 根本沒有人要的房子 突然變成天龍國 我嚇了一跳 什麼這個龍以前是住在潛水上 現在突然變成天龍國 為什麼 因為大家突然發覺安了 台灣穩定了 各方面都好了 有人會造了 所以整個房價就飆漲 突然一次比一次高 那我現在要講三個理由說明 為什麼這個住房問題 在中國人的社會 或是在大陸 或是說是在目前現在在大陸 特別嚴重 首先第一個文化上的問題 大家把這個詩書李月裕的書金拿來翻一翻 就是說這個裡面講的第十章 有一個有土私有財 整個中國人的文化 任何地區只要有華人 就開始炒房地產 不怕賣不掉 因為人家講說房子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什麼叫炒的 囤積的時候還可以轉得出去 像我以前在比利時讀書 或者說在日本什麼的 根本沒有人要花那個精神去管那個房子 你剛剛舉的例子很好 租一輩子也不過三千六百萬 買一棟八千萬 還陪四千萬 而且三十年之後 這個市值可能不到七千 還剩多少 對不對 變數有一大堆 對不對 任八月任九月任十月都來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就是第一點 文化上來講 華人特別相信有房子 比如說華人的語言表達上 有土私有財 這個觀念很難改 大開外面我問一下 你們現在的房子在哪 說我沒有房子我是租的 我一聽 對不起租房子 這個表示說地位低一點 那如果說是 我現在講說你房子在哪 我爸爸留兩棟 媽媽留三棟 我這個就選得住 台北 台中 台南 嘉義 彰化 隨便住 這一聽 這個就是有錢人 這個是第二觀念 第二觀念的話 大陸沒有土地所有權 是 土地所有權全部 在理論上來講是歸政府 歸政府出現了兩種現象 第一個 我希望你開發這裡 你就開發這裡 那是開發的利潤當中 那個利潤非常大 所以我在大陸認得的 生活好一點的人 都強調他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做過房地產 所以房地產的過程當中 最主要就是因為跟政府 有一點關係 或是參加做哪個工作 分到地 開發 設計 所以他們都很捨得蓋房子 為什麼 不怕賣不掉 為什麼不怕賣不掉 因為大陸一直在打城鎮化 像我們家裡 原來在大陸都是農民 我陪我爸爸回去探親的時候 那個農村的生活 跟那個都市生活 不是天壤之別 是天堂與地獄之別 在哪裡的農村 在山東的 魯西的 算是很窮的區域 現在的話不一樣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回家鄉探親的時候 發覺他們現在 全部都住高樓大廈了 有電梯了 生活改善了 然後裝修的也不貴 弄得很漂亮的 大家心裡都有想法 都要轉到新的房子去 所以這個需求的市場非常大 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大陸本身在炒作這個市場時候 為什麼有炒 因為想搬到新房子的人太多了 還有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本身 在這個擁有這個土地的過程當中 大家的原來 其實在台灣也一樣 像如果爸爸媽媽都工作的話 你覺得他在哪個單位 他有分宿舍 分宿舍以後改建你優先成購 優先成購的話 那個價錢大概只有市價的四分之一 所以說的話在大陸的話 基本上就配個房子給你 像我就認得一個人 他是單身子女 然後爸爸媽媽 再加上祖父祖母外公外婆 合起來一二三四五六 還沒做事就有六個機會了 六個房子 這個不是他要囤積的 這個實際上是原有的制度 讓他享有這些房子 如果他剛好是住在北京 或是上海或是在深圳 那不得了 那這一輩子 那三輩子都不用工作了 那這個牽涉到一個大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後來來的人發覺沒有希望 發覺他買不起房子 像我現在我在台大上課 我們平常大家心中 有一個台大學生 有一個心裡很不舒服的感覺 什麼感覺 比如說他從南部上來的 上來後發現台北處處比南部好 想留下來 那台北人跟他講說 你下輩子再留下來吧 這輩子是沒機會的 他一聽開始參加太陽花了 變成覺醒青年了 內心非常不滿 他都來了 當然他會發覺說 我赤腳都不怕你穿鞋的 對不對 我大不了跟你一起同 我不敢講同歸於盡 但是他的心態上就不健康了 那一個國家的社會的進步 你幹什麼要有台灣大學 就是要把人才挑出來 人才挑出來以後 居然連生活的基本 RR6之趨居居然沒有 一個生活的一個小空間 他絕對不高興 他不高興的話 他就對這個社會 散發悲觀的毒素 這一點非常嚴重 然後他告訴大家講說 不用努力了 再努力也一樣了 鬥不過小胖 鬥不過小李 他們都要靠父母 社會就不公平 不公平而產生了一種怨對 怨對以後 造成社會上的一種情況 那種加深 所以大陸是眼看到這種情況 所以運用他的力量 告訴大家第一點 你房子太多 其實沒有用 你囤在那邊的話 不管用 你不會賣對不對 然後第二點的話 就是這個土地 我現在還有一點土地資源 拿來 我只租不賣 你要搞給我搞租的 所以這目前你討論的題目 就是說大家發覺 我們如果把房子全部拿出來 搞得很漂亮 你租在這邊 大家要知道 你不生小孩 然後的話 過一段時間 你掛了你房子留給誰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想到說 20年 30年 40年以後 這個房子根本就是 租在那邊 反而划算一下 剩下他可以直接從 年輕人租的 變成老年人租的 老年租的變成臨終病房 到最後連醫院一起火葬 通通幫你料理了 你根本不用費腦筋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整體來講 人慢慢減少以後 房子是不斷的增加 人不想生 但是房子卻是 越蓋越多的情況下 出現了一種新的對比 對不對 慢慢的話這個房價會下跌 加上這幾個原因的話 人家國外的房價 就沒有我們這邊想像這麼貴 所以除了文化的因素 還有政治的制度 還有大家平常的話 世代矯體的影響 所以嚴格來講 這次某種程度的共享經濟 因為我們知道 中華道現在很流行共享經濟 所以這次的長租政策 這個跟共享是不是也是 滿類似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 因為共享的概念是說 房子就是說要用來住的 住的話 你享受這個房子 就是住在裡頭 你沒有說看到房子 跟把鈔票放在銀行裡頭一樣 那種很快樂的感覺 是不行的 所以房子要發揮它的作用 除了這個住者有其無以外的話 另外房子裡面都要有住的人 不能夠空蕩蕩的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所以共享房子的經濟 跟共享單車 共享汽車 也都是差不多了 就是盡量發揮它的資源上的應用 這點是很重要的 好的 非常謝謝四位來賓 謝謝 謝謝